不过是巧鼓淡碎 面纱 张艺兴 上榜七周 上周排名第七 唱段衔接流畅丝滑 节奏紧凑层次分明 主歌在旋律反复的高声之中营造出古老仪式进行起注一般的神秘感 副歌干净利落的一句Masked Off如同揭幕的命令 透露出主导一切的帅气潇洒 人声的音色在处理器效果下配合电子元素编织出beat旋律 和纯熟的rap并行 各有亮点精彩夺目 使人耳目一新 告别前要跳舞汪苏龙 上榜两周 较上周进步七个位词 汪苏龙第十章个人创作专辑 21世纪罗曼史首播主打 歌曲在制作中融合华语流行音乐终极少见的复古合成器浪潮 Synthwave与好事舞曲House Music风格 合成器和贝斯大展身手 复古disco节奏中梦幻电子音色让人沉醉 人声处理上也有运用老唱片效果参与作就听感 营造出在热情舞会上与旧时代挥手告别的奇妙浪漫感觉 美美 周深 上榜六周 上周排名第四 中国动画百年纪念曲 这首歌从各个表现形式上大方展现出美的模样 以优美旋律为基底 周深深陷空灵情感丰沛的歌声配合温柔清亮吉他 钢琴等乐器展现音乐之美 诗意歌词展现动画画面之美和内核精神之美 Bridge段落中周身高难度的吟唱相当动情 和优扬的竹笛 优雅的弦乐相融会 用音乐描绘出浓墨重彩的美丽画卷 Hug Me 抱我 蔡徐坤 上榜十六周 上周排名第九 这首歌的氛围感和画面感堪称一绝 缩短音符的长度只保留一点泛音的立体感 琴音听来清脆灵动 和歌词描绘的浪漫海边场景十分吻合 而后吉他扫弦节奏和古典节拍从紧密配合 保持一致到电声吉他从中抽离 听感逐渐变得丰富有趣 情感也更加饱满复杂 再到人声和节奏终于错落开来 音乐展现出何为怦然心动 点燃情感 势不可挡 《寻一个你》摩登兄弟刘雨宁 上榜十三周 上周排名第五 电视剧《苍蓝爵温情》主题曲 编曲所选用的乐器音色特点相似 无论是吉他 钢琴还是琵琶 都灵动清亮 描绘出相当明亮的背景色彩 温暖的氛围 刘雨宁的歌声相对深沉 有沉稳而不失潇洒的辨识度 极强的青年感 在这首歌中 她收敛了转音上的顿挫 用更平稳温和的方式 处理长线条的演唱 《余情周深》 上榜十三周 上周排名第八 电视剧《苍蓝爵苍蓝主题曲》 启事便居高不下 由于在高音区的旋律 听来优美而旷远 配合知名古风词作 EDIQ的为美商感歌词 制造出遥不可及的神女 在故事终局回望一般的视角 周深高难度的吟唱 更是锦上添花 回欢婉转而不断上升的曲调 将情感推向高潮 国风玄幻特有的美感 在音乐中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这个年代 大欢 上榜三周 上周排名第二 歌手大欢创作的词曲 叙事主题明确 情感上大开大合指数凶意 在这首直白凉膜 现实苦难 袒露人们内心苦痛的歌曲中 电声吉他的伴奏 也不再潇洒不羁 而是在古典的衬托下 显得沧桑沉重 中段之后 有轻量的钢琴音和 女声吟唱在高音区作为点缀 和陪衬丰富听感 但是忧愁浓郁挥之不去 可见氛围感非常到位 焰火周深 首次上榜 电视剧点燃我 温暖你 偏尾曲 周深把控歌声的能力极强 歌唱时模拟出低声耳语的感觉 营造出静谧如深夜一般的氛围 高音区的钢琴音源润如朱玉 清零明亮 简单的和周深轻柔的歌声相配相衬 歌曲的画面感就已经明晰起来 随着歌曲的推进 歌声如逐渐明亮的燕火 一般点亮 听觉世界 其中蕴含的能量相当惊人 奔向你 周深 上榜两周 上周排名第十 新华网竹梦苍穹 飞天三十年主题曲 从精致的编曲到歌手细腻的演唱 歌曲的层次感非常清晰 旋律反复之中制造出明确的记忆点 对应歌词重复的部分 体现出航天人坚定的信念 总体旋律上向高处的推进感非常明显 尤其中段的吟唱难度相当至高 高音上的表现 因和柱梦苍穹的主题 歌声冲破云霄 震撼人心 花开望忧周深 上榜九周 八连贯 连续两个月的霸榜 周深打破由你榜历史获得第一个八连贯 层次丰富的编曲配合简明的钢琴伴奏 第一段落中 周深多加利用气声柔化氛围 用以对应如梦境如回忆的歌词场景 后半部分则是大面积 使用富有力量感的真声和强混 咬字非常饱满 使得抒发的情感相当丰沛 真正将情绪抬到高潮 收尾时 在回落到静谧的氛围之中 使得歌曲表达和结构相当完整 让人不觉 深陷其中 意犹未尽